欢迎收看由股动前朝所提供的明师关盘重点 大陆的禽流感疫情现在是向北扩散了 因此今天大陆股市香港股市都受到了惊吓 再加上日本股市涨多回答 还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现身震荡了南韩股市的发展 拖累的台北股市今天陷入了黑色星期一 空方压力再起 指数在键盘中失守了7800点关卡 向下回补了4月11号跳空上涨的一个多方缺口位置 目前盘面上依旧是由红家军还有PCNB股来领叠 半导体封测族群则是多头的活种 而大陆第一季GDP列于预期再加上H7N9禽流感的扩大 冲击到中概内需的走弱 不过今天防疫概念股是有蛮多档 都是攻上了涨停板的 针对大盘的后世蔡明璋总经理认为 台股的月线季线面临死亡交叉 将进入中期整理直到5月中旬 江卫生分析师也认为 短线将会持续篇弱势整理 在7500到7850点区间震荡 至于弱势盘当中的一个选股策略呢 南亮大师柯建维是看好低价低月 还有封测股 指标呢要看二线的泰林 华东 福茂科 还有立成 何金城副总则是认为多档光鲜谷都续创了新高 在盘面当中呢是逆势抗叠后续也不看淡 尤其是台通跟波若威将会展开比价效应 而王建文副总呢依旧持续来追踪金融股乐 能否重返人气焦点指标就要看富邦金 台新金还有华南金 王旭副总呢则是关注禽流感疫情扩散的情况之下 市场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将会大幅的提升 指标股呢要关注到食品大厂 康师傅 统一还有威权 以上呢就是4月15号礼拜一 台北股市股东前朝明师关盘重点 感谢您的收看